周邊其他所有東西我都有觀察 像烏魚啊等等 像他們的話 像烏魚他們還有垃圾 所有垃圾我們也幾乎都會記錄一下 像烏魚幾乎絕大部分的 基隆人或是遊客 幾乎都不了解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一個那個 所以拍攝的話其實並不是很困難 只要你有專注 其實要拍得好 因為老鷹是動態 你要拍得好你還是要專注 然後去掌握他的那個 譬如說像我們比較了解的時候 我們看他飛到一個地點 我們就知道他可能要下來 然後在那邊轉換的時候 我們就特地去抓那個地點 然後那個就比較有特殊的一些 那些影像不會讓你走到 好 我覺得這本書 這本書比較 其實他背後好像有一個比較大的意涵 那也是詩意比較跟人家不一樣的部分 就是他很強調詩證 就是他 一般我們在念書的過程裡面 也許就是都是文字上的 看書本 看課本 那我覺得西老師他可能會比較重視那個實際的觀察 那在這個實際的觀察 我們有很多都是家長嘛 有小孩 你是怎麼樣開始做你的實地的自然觀察 那你又對家長有什麼建議 那個實際的自然觀察 我自然觀察的經驗其實已經蠻久了 以前我住台北的時候 幾乎每年都會帶那個昆蟲林 到那個像那個像烏來啊 像很多石頭山等等的地方的昆蟲 然後我就發現說其實我們台灣的整個小朋友 我們學校的知識跟那個戶外的知識 中間其實是沒有連結的 沒有連結的話就是說 我曾經帶過一個瑞芳農會的小朋友 他背了很多很多專業的知識 然後一出去外面說他都用他背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他看到了什麼樣什麼樣的東西 他完全都不知道 就是說他不是透過觀察來建構他自己的知識 而是靠背書本來建構他的知識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們應該更強調就是透過去野外觀察之後 然後慢慢建構我們自己的 內在的土地心的知識 就像我在那個作者序裡面有去提到就是說 一切其實都要從觀察開始 不然我們腦袋裡面其實有很多太多的制約 比如說老鷹抓鷹 老鷹抓小鷹 這個你如果不去看 然後不去把它拍下來說 那個確實是四死魚 我從那個九年前一直到現在 每天都還是聽到無數人講 老鷹在抓鷹 老鷹在抓鷹 或是小朋友說 老鷹會抓小鷹 老鷹會抓鷹 這都是我們的文化的成見 可是我們這個文化的成見 一旦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 可能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對外面的一些理解的知識的 跟觀念的系統 可能就變到兩層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覺得觀察很重要 大人跟小孩都一樣 大家都從觀察開始 你如果認為說 他是抓魚的 我們就扣著這個抓魚 然後你去拍或是你去看 看他抓魚到底是死魚還獲魚 然後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說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從你的疑惑 然後觀察 然後把它解開 這可能就是一個 我們可以去突破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想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剛剛有說那個老鷹的爪是彎的 所以它不是那種 抓那個活情的老鷹 那我要問說 那如果我說是那種 像什麼鳳頭蒼鷹 它的爪是長裡面的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好像我們說 大概七八月的時候 會有一些 比較幼鳥的老鷹 在練習那個 在幼鳥練習那個飛行 那有沒有失敗的 就是掉到水裡面 然後失敗的話 會怎麼辦 會有老鷹來糾差嗎 那個 其實那個 抓鳥的老鷹 像鳳頭蒼鷹松雀鷹 像松雀鷹的話 那個爪子就很寬 很寬的話就是說 它在飛行的過程當中的話 它可能可以靠它比較寬的爪子 去勾到鳥 然後就過來 然後鳳頭蒼鷹爪子 雖然沒有那麼寬 可是它那個爪子是非常有力的 所以它 然後鳳頭跟松雀鷹 其實都是一樣 它們是伏技型的 伏技型的話 也就是說 它們去追老鷹 它們去追鳥 或是追其他東西 會很辛苦 因為它們通常會躲在一個 樹枝上面 然後等鳥飛過的時候 就突然衝出去抓 這樣成功率就非常高 像我就有看到我們寶秘室 後面的那個 美斯鳳頭蒼鷹 它在九爾波的當中 每天都去抓 今天抓一隻小鳥 每天抓一隻鴿子 後天抓一隻鴿 來討好那隻母鳥 然後抓了大概十天 那隻母鳥才答應跟它交配 那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過程 所以它們的爪子其實還是有些 有些不太一樣 就是 魚音爪子更大 更 可以更 然後魚音的爪子的指頭 有刺 有刺的話就是說 它這樣子魚抓起來之後 它那個刺會扣住很滑溜的魚體 所以那魚體就掉不下去 所以整個演化的 演化的結果指老鷹的 指頭並沒有辦法存在功能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抓魚 它一抓魚 一抓魚 魚動 然後就掉下去 所以 然後那個小鷹在基隆港的那個過程 通常他們都不會做那個 他們會慢慢試 不會一下子就用很強烈的方 很特殊的技術去那個 我看過小鷹曾經有從那個 很高很高的天空裡面這樣 一層說是這樣下來 再一層說是又下來 然後再上去 再一層又下來 再一層 他們會拚命練習 然後練習的過程當中非常有趣 也曾經看過一隻小鷹 他針對一個東西 第一次過去沒有抓到 第二次還是沒抓到 第三次 什麼時候抓到七次 第七次終於抓到 所以爪眼協調也是非常重要 通常他們都會比較 小鷹通常都會比較保守 不會貿然那個 所以他們通常在練習縮次往下的時候 通常都會在比較高的地方往下 通常練到那個 離那個水面都還有 大概五六層樓 七八層樓的時候就已經停止了 他們就不斷在那邊練習縮次往下的過程 即便油整我曾經也看過 有一次那個小的油整在八樓子的那個扇子上 就是練習縮次往下 嘴巴還一直發出那個聲音 所以他們其實都會做這種 做這樣的練習 然後通常小鷹會比較保守 他比較不會用那個 比較高難度的動作去做這樣子的樣子 會比較用高難度的動作 通常都是大概兩三十歲的那種 沒有配合的那種 需要表現自己 這次問有沒有 醉陰 醉陰沒有 我沒有發現過醉陰 醉陰是很明顯的 曾經有一次 就是說 有一次老鷹 可能下去之後風向就不太可以 可是他風向突然轉變 可是他就一直拍一拍 拍了大概一分鐘後 他還是上 所以我在監獄觀察那麼多年 從來沒有老鷹 從來沒有老鷹 從來沒有 對 所以他們水域密實 應佔百分之九十五 你就看那個數量多少 所以他們一定要非常小心 可是他們跟魚也有不一樣 跟水療一起做 他們是先往後面 因為他們的那個 女毛的那個油脂量 可能不太多 沒有像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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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如果這個想要 這個畫面非常散 我也常常 有性能去跟基隆港 一起公開 來這邊分享 這是一件非常愉悅的事情 然後有時候氣流 楊明山也有基隆港 反正有氣流的地方 有寬廣的地方 就看到他們 如果他的目標要抓哪一隻魚的時候 他就是巨金會的這個年金有沒有 就在那裡盤旋 然後就下去一抽一門 就抓上那個火 這整個真的是很美 然後熊啾啾氣洋洋 如果雲層很多 氣流多的時候就會還整清 有時候二十幾隻 真的就很壯觀 或是巴豆子 我剛才講 還有寶密寺那邊 還有雲層 這個楊明山就很透過空間 就真的好美好美 謝謝 如果還是要分辨一下 就是說那個抓火魚的不是老鷹 就是魚鷹 對 那個是魚鷹 然後那個老鷹抓的主要就是死 然後在野外的話 有氣流的地方 然後有些時候也會 像那叫聲很大那邊的打管 對 那現場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 好 好 現在 陳老師想請教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照片有看到那個很漂亮的老鷹 然後那個尾巴就是那個叫做窗簾尾的是不是 對 那為什麼剛剛你拍到的那隻老鷹 它會有那個窗簾尾 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大家的疑問 那或許是他的另外一半 很精心的為他打造出來的那個很漂亮的尾巴 可是如果是他的另外一半 那他的另外一半應該是 具有非常高度的審美的那個觀念 可能是用窗的 我覺得應該 會不會是竹槽的時候被勾到 竹槽被勾到的老鷹我們看過太多了 那個是破尾 那個是尾巴破掉 那個我們看過太多不是那樣 那一隻應該是 因為他的腹部有一點大 如果公莫膜的話通常兩個特徵 一個是腹部他的毛會比較多一點 腹部稍微大一點 還有他的翅膀會比較寬一點 翅膀他是狹長形的